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大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 什麼叫做地磚的BBQ 我們現在這個工地 淘光石銀磚真的BBQ 可能一般的業主看不出來 陳大來看之後就覺得 這個狀況要叫我交給業主 交不下去 決定要把地磚打掉 全部重新來過 你要說很明顯的瑕疵 一般的客戶可能是真的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基於職業道德 已經明顯的知道 它是有瑕疵的 我們就不應該這樣當作沒事 還好還沒有全部貼完 目前的損失雖然很慘重 不過總比事後 整個再全部敲掉來得好多了 相信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這邊兩個門為什麼沒有裝門框 其實這幾年來 我們的門框都是採後製 為什麼採後製 因為我們門框先立下去之後 拋光再切 那個角會切得比較不好看 甚至於為了說要順利安裝 要嘛把門框鋸掉 要嘛就是磁磚要多切一刀 真的很醜 所以後來我們就自己研究說 既然所有工班都是我們自己公司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乾脆等拋光貼好 再來做門框 那這樣子會比較完整 那我們的師傅非常的粗心大意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既然我們選擇門框後製 就是希望他們切磁磚的時候漂亮 結果我這邊給我切了一刀 我要切這一刀的話 那我何必要門框後製 我就乾脆前面先安裝門框 你做修不起來也比較省空 那這個算是一個蠻大的瑕疵 雖然在蠻不起眼的地方 一些師傅的說辭也是說這是理所當然 但在我們實務上 這個明明一塊磁磚切一個凹角 可以放進去的東西 為什麼要把它切成這樣 那像這一塊磁磚 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切的 切的其實也不好看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 單換這一片磁磚就好了 陳大個人對這次貼的 真的不滿意 所以才決定要把它打掉 這個做錯 如果我們重做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人都會犯錯 但是陳大在這邊 要真的很語重信長的 跟各位師傅講一下 要做一件事 我們就是要把它做好 那我們有做 結果做得不好 就算可以蒙騙交屋 這樣子對我們自己 本身並不會有所成長 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正確的觀念 我今天要做一件事 我專攻一個領域 我就是要把這個領域研究到專精 有一些可能剛出來開始單獨接工作的師傅 也是一樣 就像陳大剛出來接工作的時候 經驗也是不足 也是會犯錯 然後我們犯錯 一定要坦然面對 然後積極地幫人家處理 千萬不要推協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錯誤 那還好我們這場的師傅 有非常地明確承認自己有疏失 只要願意把後面的事情處理好 然後有所進步 那我們也覺得 其實就當作是一個經驗 但是每個師傅真的要想一下 公司這樣子 光磁磚錢 光打掉 垃圾費 不可能說去請師傅拿錢出來 各位師傅真的要將心比心 如果今天這個房子是你自己要住的 我相信你不會這樣子就讓它通過 或許有些地方是一般業主看不懂 但是再怎麼樣 公司還是由我們在後面監工 這種品質 連我們自己都過不去 連你自己都看不過去的東西 你怎麼好意思把它交給別人呢 之前我們有提過 我們原本也只是一個 水電的個人工班而已 然後我做到這樣 是因為覺得協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 我就自己找工班來做就好 陳大在這邊跟大家講 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連我們這麼專業的 陣線早上有來監工 早上一切都很正常 陣線才離開兩三個小時之後 再回頭 就發生這些狀況 像磁磚就算了 那有一些水 有一些電 這個有牽涉到安全問題的 更是要謹慎 然後我們準備要把這裡的地板打掉 本來是鯊魚建法 我們決定把它改成硬底 然後來重新鋪設這裡的磁磚 因為昨天貼的我們今天就馬上把它拆起來 所以還算好拆 我們後續會再重新整地 然後重新鋪設 把事情做到最好 陳大跟各位師傅說過了 我們都是內行人 你做得好不好 其實我們一眼看就知道了 那屋主不懂我們一定懂 像這個看到地面的介面都沒有處理好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次要把它做好 我們現在整個地板已經全部打掉了 經過我們就是把磁磚全部挖起來 整個地板打除掉之後 重新打硬底 再下去鋪設這個拋光實驗磚 目前已經全部完成了 我們現在都是磁磚貼完才厚立門框 這個就是一個對比 這個我們也會再補上門框 那這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要請拋光切這麼多的角 裝進去確實有難度 那他們就會把它切斷 像我們這樣子拋光貼好 才後製門框 這樣就完全都不需要去切斷 我們先看看這個就是更換前後的對比 陳大這一次會拍這個失敗的作品 主要是要分享給業主 然後分享給師傅 如果針對師傅來講是 你九次認真一次不認真 你只要一次不認真我們逮到 公司就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我們必須對業主負責 然後把事情做好 也分享給一些業主 如果您對工程真的沒有懂那種程度的話 你發爆出去 你沒有辦法控制 那我們比較簡單的說法 要找一個我們公司認為可以留的師傅 平均20個人才會留下一個 好的師傅通常都是要排隊預約 沒有那麼的容易 也建議各位業主 一樣要花這些錢 大家找信用良好的公司 不然你今天可能省了3000塊 你改天要全部打掉 你可能要損失10萬塊 沒有比較划算 要不然你就是必須趨就 品質不佳的成品來使用 希望這種事情會越來越少 雖然我們也知道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事情 遲早都會遇到 因為我們要試一個師傅 或者是要去矯正一個師傅的習慣 這種事情難免都會發生 我們是安心整合 我們會以最負責的態度 來為大家服務 我們下次見 掰掰